故意让经济短时间进入小的衰退 以成为澳洲央行长期来看最好的办法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GoMarkets热门话题 我们刚才说到那句话呢 听上去似乎语法是有点问题 而且好像不仅仅是语法有问题 逻辑上呢 也有点问题 咱们都知道呢 这经济衰退和经济发展 它是左右两个极端 那么什么时候呢 经济衰退还能成为长期经济发展最好的办法 还有这样的事吗 有就发生在现在 我们都知道呢 从2022年开始的话呢 欧美包括澳洲自己都开始了这加息 这一加啊 它就是一年 从当时的0.1%到现在的突破了4% 而且呢 似乎依然是看不到有停止的现象 那人们呢 也在加息初期啊 当时是根据经济学书本上的历史经验来做出判断 说到呢 按当时的推测 现在正在发生的一系列离奇的事件 比如说经济学上说到 加息理论上会导致房价下跌 股市下跌 但是一年过去了 澳洲现在的房价虽然在加息最初的6个月有下跌 但是从2023年开始就很快止跌反弹 同样美国的股市呢也是在去年下半年经历了短暂下跌之后 从今年初就开始基本起稳 并且在过去两个月是出现了大反弹 尤其是以科技股为代表 像特斯拉 像英伟达 那像其他的一些AI股 在过去的几个月是出现了超过40%的疯狂上涨 在这样的帮助之下 美国的股市也出现了巨大的反转 这是不是就不禁让人觉得奇怪 这世界到底是怎么了 怎么越加息 房价却越涨 股市也越涨 不是说好了加息是可以控制房价 加息也会打压股市吗 难道说它都是骗人和割酒餐吗 当然这不是了 首先我们要说明一点的是 我们现在是看到了现象来反推原因 那因此即使是这样的马后炮来分析 它其实也是充满了各种主观的判断 没有人真正知道原因 其实大家各种专家学者都是在分析推测 说白了就是在猜测到底是为什么 那我还是那句话 就算是要猜也要有明确的观点 我认为目前的股市和房价的走势 在澳洲来说 和实际的经济情况 和民众的消费力已经出现了巨大的背离 而且这样的南辕北辙的现象 这个差距还在不断加大 那么最终经济不好 股市好这样的情况 我认为是不可能长期持续 这两者之间必须要出现同步 要不然就是经济没有衰退 后来立刻反转向上 开始上涨和股市一样保持上涨 要不然就是股市之后 涨不动了 下跌和经济一样保持疲软 方向一致 在这两种可能性中间 我个人觉得呢 后者的可能性 确实更大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既然经济疲软的可能性更大 那为什么向欧美 包括澳洲自己 还要不断的加薪 难道不是说澳洲央行 包括欧美 他们的第一目标 就是要保证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吗 那么既然这样 现在明知道继续加息 是可能会加大衰退 那为什么还要一意孤行 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 那就是在当前的情况下 让经济进入短暂的衰退 冷静一下 然后再重新发力和增长 从长期的社会和国家的发展来看 这是一个最优解 你没有听错 是让经济进入短期 小的衰退 有利于长期的发展 这是当前情况之下 澳洲央行做出的最好的解决办法 那我给大家做一个实际的简单分析 如果我是澳洲央行长 目前的经济情况看上去都不错 失业率也只有3.7% 但是物价上涨很高 在严格控制之下 十次加息之后 目前仍然有7%的物价上涨 怎么办呢 有两个选择 一 我什么也不做 也不加息 经济可能会继续在短期内保持繁荣 房价继续大涨 失业率依然很低 但是除了物价可能会越来越贵之外 一切看似完美 但是当物价的上涨 没有办法得到控制之后 从长期来看 老百姓的收入不可能每年都会有7% 或者以上的增幅 那就意味着大家手里的钱 实际收入在不断减少 而整个社会的运行成本 也会因为通货膨胀而不断提高 最终让国家的竞争力不断被削弱 在国际上对于外资来说 那么澳洲的吸引力就会越来越差 那么罗行长或者说我是行长的话 第二个选择就是 不惜一切代价牺牲掉部分的消费 牺牲掉部分的工作职位 牺牲掉部分的股票市值来压低物价 如果短期之内无法压回去的话 那就继续加息 继续提高资金的使用成本 犹如那是空调吹冷气 不断把冷气加大 让整个经济消费就业全部冷下来 从而让商家和消费者雇员和找工作的人都会感到害怕 而担心未来 从而减少社会中需求和供应两边的一起往下拉 从而降低商品价格 那么现在我们面临的就是央行选择的第二种办法 可能初期的效果不明显 为此不得不继续增加要量 那另一边呢 澳洲联邦政府还计划在未来两年之内 引入70万移民 这就直接让原本已经开始降温的市场 再度是爆棚 70万人来了 澳洲央行难道就不会加息吗 那怎么可能 澳洲央行已经加了12子利息 他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上周副行长已经把之前不敢说的话也说了 说到澳洲只有在更高的失业率之下 才能控制住通货膨胀 换句话说 如果失业率没有达到 央行所希望的4.5% 或者说接近于4.5%的目标 那么12子加息 它永远不会是最后的终点 那我想表达的是呢 澳洲和美国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 就是经济可以短期牺牲 可以短期轻微的进入衰退 但是为了长期国家的竞争力 为了长期百姓的购买力 那么现在所要做的加息还不会停止 一直要到失业率 达到央行所目标的 4.5% 而他们觉得 包括我也觉得 所有做出的这一系列的牺牲 从短期来看 可能是对于老百姓来说是代价很大 但是从长期来看 这一切都应该是值得的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 记得三连关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